曾经,日本鬼子在华北地区杀戮百姓,抢劫粮食,焚烧防射,制造了无数起人间惨案,各地被屠杀的平民多达十万人。 不过奇怪的是,当年山西齐县的乔家那么富有,为何日军却没有扫荡乔家大院呢? 乔家大院有何特殊的地方能够做到经久不衰,并且不受战争的摧残呢? 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乔家的发家史 乔家人的商业帝国,起于乔家的第三代人乔贵发,兴于第五代的乔智庸,在鼎盛时期,乔家的资产超过一千万两百银。 相当于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总额,当年慈禧西陶时,便在乔家大院住过,并赐与乔家人扶重狼环四字提此。 此外,乔家大院还是上百部影视剧的拍摄地,被评为国家五维级旅游景区。 可以说,不论是在旧社会还是在现在,乔家大院都是风光无两的,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乔家基业的创立人乔贵发,他原本只是一个贫困的农民。 1736年,乔贵发因生活所迫,只身一人背井离乡,前往了内蒙古的萨拉契厅,在当地一家当铺做了伙计。 后来,他在店中结交了一个性秦的山西老乡,两人相谈甚欢,便结为了异性兄弟,就这样过了十多年。 乔,其二人也攒下了一点积蓄,于是离开当铺,转到包头卖起了草料,同时还经营起豆腐,烧饼,豆芽和一些杂货。 结果,两人的生意一度溃稳,乔贵发又重回到齐县种地,而老秦则继续留在包头。 1755年,这一年,粮食大丰收,粮价下跌,秦某便买进大量黄豆,准备用来做豆腐,正所谓三分天注定。 有的时候,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,买进大豆后不久,北方忽然遭遇大汗。 大豆的价格骤涨,于是老秦便开始以卖大豆为主,见生意有所起色,老秦又亲自到齐县把乔贵发带回包头,同时挂出了广胜公的商号牌子。 在包头获得了启动资金后,乔贵发的商业头脑就一点点打开了,从那以后,广胜公生意日渐兴容。 虽然两人在中途又遭遇了一次破产危机,但最后成功化险为夷,并将广胜公的字号改为复胜公,以表起死复生,永久兴盛。 这时已经到了嘉庆年间,此后,复胜公的生意越做越大,经营的项目越来越广。 主要已由,粮,米,面对粮店为主,在这如日中天的生意面前,乔家子弟遵守祖训,勤俭持家,而勤家却刚好相反,吃喝嫖赌样样俱全,生活越发奢靡,结果就是做吃山空,家业越来越小。 最后,复胜公就成了乔家一家的生意了。 乔家的鼎盛时期,是在清末的乔治庸这一带,在乔家商业最鼎盛的时候,其商业网络遍及北京,上海,南京,广州,太原,哈尔滨等地。 当时,以复胜公字号命名的铺子,都是包头的一等大买卖,因此还出现了现有复胜公。 后有包头城的民间谚语,而乔治庸本人也被称之为量财主。 19世纪中期,因连年战争,清朝的统治走向衰败,大量白银流失。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,乔治庸一改过去不治家宅的祖训,从1862年起,购置大量地皮,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宅院。 这就是乔家大院,到了光绪后期,地方治安越发不稳,乔家人为了保护自家的安危,又花了不银两。 买下附近街巷的使用权,之后,乔家把巷口封住,东面堵住街口,建成侧院的大门,西面建成祠堂,北面又扩建了两个外院。 大院的四周则建起了高大的围墙,这些围墙高三丈有余,墙上还有掩体的女儿墙和探口,既安全稳固,又不失威严气派。 那时的乔家大院,与其说是居民宅邸,倒不如说是一座城堡,清末民初时,乔家的人口大增,房屋已经不够住了,于是又花钱买下地皮,往西面扩张,民国四年。 乔家又在西南院建设了新的院子,直到这时,乔家大院的格局才基本定型了。 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,乔家大院拥有200多年的历史,为何至今仍保存得如此完整呢? 他当年是如何躲过日军的,关于这其中的缘由,我们还得从19世纪末说起。 躲过日军抢掠,1938年春,清华日军在扫荡到了齐连县,他们烧杀掠抢,胡恶不作。 为了不受日军的侮辱,乔家的乔兴斋跑到当地的天主教堂,找到驻旗县的意大利神父孟泽喜,请求援助。 孟泽喜立即赶到乔家宝村,把意大利的国旗挂到乔家大院的大门口,又叫乔家的人以神父的名义写了安民告示贴在大门上,并给日军官兵讲,这里的人通通是我的子民。 你们不能乱来。 日军官兵看到讲情的神父孟泽喜来自他们的盟国意大利,于是便没有再来骚扰了。 意大利神父孟泽喜和乔家非亲非故,乔家也不是教民,为什么他愿意出手相助呢? 原来,乔治庸规定在任何生意上都要以诚信为第一位,不仅对店里的顾客要诚信,还要对店里的员工要诚信,不允许拖欠工资。 除了诚信,乔治庸还允许自己的员工参股,每年年底会给这些参股的员工分红,这种经营模式在当时非常超前。 除了要求诚信以外,乔治庸要求所有的家人必须简朴生活,不允许铺张浪费,更不允许纳窃。 如有发现从重处罚,这种种措施为乔家帝国留下了许多忠实的员工,甚至还给乔家赢得了较好的名声,当地人只要提起乔家大院都是忍不住夸奖。 一次乔治庸在外出途中,看到几名土匪绑着三名修女朝着根据地返回,乔治庸当然知道这三名修女被抓走之后会面临着怎样的境遇。 出于好心,乔治庸给了这几名土匪一笔钱,然后土匪才将三名修女释放出来。 经过询问乔治庸才知道,这三名修女来自于意大利,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是为了传教,乔治庸还将这几名修女请到家中做客,不仅为他们安排食宿,还为他们介绍了几个信仰教会的朋友。 这几名修女感激不见,在回到意大利之后,修女将自己在中国的遭遇报告给当地的政府,政府在得知情况后立刻为乔治庸的家中送来一副锦旗。 除了景旗,还有一面意大利国旗,意大利大使对乔治庸说您可以把这面国旗悬挂在家门口,如果有需要也可以随时联系我,就这样乔家大院的门口一直悬挂着这幅意大利国旗。 事后,意大利天主教堂对乔家的这次善举教员十分感激,后来的历任神父与乔家都建立了联系,这才是孟泽喜愿意出面帮助乔家的根本原因。 1938年,日军侵战时期,乔家举家外逃,只留下部分家人看护院落,日本军队从太原一路烧杀过来,到了齐县,全程劫难尽在眼前。 留守的乔家人,仓皇之中找到了当地的一个意大利神父叫孟泽喜,孟神父不忘救恩,用教会的名义写了安民告示。 日军识得这是欧洲盟友的旗帜,竟然就真的没进去,大肆破坏。 在1938年日军的那次扫荡中,除了乔家大院之外的其他晋商的深宅大院,大多都被日军损毁殆尽。 这面国旗也给乔治庸带来了许多生意,一时间乔治庸好善乐师,见义勇为的事迹在山西传播开来,许多人都知道乔治庸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帝国的负责人,还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板。 很明显,日本人无法承担这么大的损失,他们最终还是放过了乔家,也保住了乔家的房子。 乔治庸也没想到,自己无意中的善举,却在战争中成为保住乔家大院的戾气。 这也是乔家大院屹立百年不到的原因之一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乔家大院被批为旗线民俗博物馆以后,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,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三十多部影视设置组, 也在这里取景拍摄,乔家大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。 乔家大院是一座极适用和艺术为一体,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借鉴价值的建筑工。 它的专雕、木雕、石雕和彩绘号称四绝,专家们称它有屋必有图,有图必有益,有益必吉祥。 整座大院有雕刻三百余处,无异雷同,每一个雕刻都有一个民俗说法,每一个图案都是一个民间故事,有皇家看故宫,民宅看乔家的说法。 俗话说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乔治庸当年不经意间的善举,使整个乔家大院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 如今的乔家大院已经成为山西的旅游风景区,许多人来到乔家大院感受当年乔氏家族风光无限的生活。 其实,乔家大院不仅象征着财富与权力,更象征着一段清朝末期那段屈辱的历史,岁月流逝。 乔家大院如同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,在这里守卫着自己的领土,讲述着曾经那些被日军摧残的漫长岁月。 乔家能够在抗战中幸免于难,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乔治庸的善良,纵观乔家的发家史,乔家人也确实将善良和仁义放在第一位, 没钱时便踏踏实实赚钱,有钱的时候也不曾看不起他人,这种为人之道,为商之道,值得每一个人学习,所以我们的老祖先才将善良称作人间最美好的品质。